女儿呢被竹竿穿肠 那个时候年纪才5岁 一路长到了13年之后呢 她还是过世了 妈妈今天听到的这样结果说呢 因为搜证不足 被告无罪 这只有两个可能嘛 因为一个被告呢 就是她 她无罪 另外一个的就说 如果真的不是她 另外有其人 是不是也已经逃之夭夭了 这样的结果呢 妈妈说真的已经没有任何的意义了 回想从5岁受虐待到之后的18岁 还是撑不住离开人世 当妈妈的真的是一肚子的心疼 戴着小兔子的面具 证明被害女童在去年三月 结束了苦难的人生 女儿走了还不到一年的时间 谢谢嫌犯被判无罪 这样的结果让女童的母亲 整颗心凉了一大截 透过电话母亲难过的不想再多说 回想女儿5岁的那一年被淋女之后 只剩下8公分的小长 辛辛苦苦活到了18岁 每一天都打不完的针 每一天都备受折磨 当列理长说女童暂世的时候 几乎每天都会和妈妈来这间寺庙拜拜 祈求身体健康 也期盼嫌犯早日受到制裁 这一性的监犯 她自己有给她妈妈讲一句话 她关出来以后 会来赚钱会来 还好地弥补他们 冠丝打了14年 嫌犯被判无罪 母亲说女儿已经离开人世 就算再怎么伤心气愤 也已经来不及 中纪委员陈思源 许一林台中采访报道